是万里翡翠湾附近有一栋荒废多年的度假山庄 其中一间12坪大小的海景房 法拍底价只要25万元 被刊登在租屋网站引发了民众好奇 实地走访才发现这栋建筑杂乱不堪 没水没电已经荒废多年 业者也说房间早已不堪使用了 而且地理环境位置条件很差 没有都根价值 恐怕会成为法拍市场的万年流荡品 小心翼翼走进屋内 以免踩到碎玻璃 只见木块杂物散落一地 玻璃门窗破破烂烂 能变卖的金属俯首也全被拆除 天花板崩下来钢筋垂落 旁边另一间房还放了一排旧娃娃 让人看了心里有点发毛 这凶薄啊 盖成城堡外观的这栋建筑 就在新北市万里翡翠湾附近 从阳台往外看山景海景 尽收眼底 37年前刚落成时 曾是风光一时的度假山庄 不过因为地理位置不佳 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废墟 原本三楼的屋主因为债务问题 12坪的房子2008年遭到法拍 底价从80万元一路流标 三排价格降到25万 等于一坪才2万多元 比车位还便宜 但依旧发人问津 好久人家早就抢走了 那个就是自然死角 装修还要好几百万 有投资的价值的话 投资客方面还是会有兴趣 比喻一间大概200多万 可是租金可以租到7800这样子 如果投报率来讲 4%5%这样子 算还不错 虽然房中业者说翡翠湾附近套房 出租投报率不会太差 但由于建物本身已经不堪使用 加上未处北海岸非淡黄区 也没有都更价值 即便三排抵价降到25万 应该也没人竞标 恐怕将成为打开市场上的万年流荡品 接下来这恒星每次报导